哈喽,今天咱们来做一款又鲜又闪的款式 首先呢,我用到的是肉桂粉 先薄薄的打了一遍底 这个一遍是粉色 然后呢,咱们照灯 然后又涂了第二遍 第二遍的话呢,它是一个无法形容的颜色 特别的鲜瘦白啊 然后呢,咱们没看过它第三遍 然后再涂了第三遍,让你们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第三遍的话呢,它就有一点点是半透色了 就没有那么透了 然后分别要照灯 这个肉桂粉啊,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桌上 有喜欢的可以去看一下,全国包优的 然后我又涂了一个底胶啊 然后照灯,擦掉浮胶 用棉洗者类粘钻胶呢,给它统一勾住纹路 因为棉洗者类粘钻胶是没有流动性的 所以说可以一气完成 照灯30秒来蹭了这个四色的这种魔镜粉 这个魔镜粉要比普通的粉要亮很多 然后咱们再用棉洗者类粘钻胶 给它勾一下,包裹住这个粉 然后咱们不照灯,把贝壳片 珍珠,香槟钻 统一的都摆放在上边 摆封好,搭配好以后呢 然后去照灯 一定要照够一分钟 然后它的钻才会结实 接下来就是用棉洗者类粘钻胶 将贝壳片和珍珠包裹 再给钻石包一下边 然后呢,咱们再去三个手指 又涂了这个硬式封层 这个硬式封层的话呢 非常的亮啊 然后还比较耐磨 我今天用的东西小店里面都有 找不到温柿 无名指的话呢 然后涂上了日式的硬式封层 不照灯 铺上了这种进口的碎钻粉 轻轻按压照灯 然后扫掉多余的粉 学会了吗 我是右下爱美甲超过爱男人 双镜,摸摸他 谢谢大家